我儿子真乖 不过娘还是要说 咱们有吃食的事情 可不能对外说 谁都不可以的 这是我们母子两个之间的命名 知道吗 嗯 我知道的娘 我谁都不说 不然我们吃的 就会被别人抢了去 以前大夫娘他们 就经常抢咱们的东西 孩子的话让古兰又心酸起来 能让这么点大的孩子记住 不知道以前吃了多少苦 真乖 你在这儿乖乖地坐着 娘把吃的端过来 小包子老实地坐着 期待地看着娘 古兰抓了两把枯草在手里 当作是隔热垫 放在了破桃罐的边缘 小心地端了下来 母子俩均是迫不及待地 看着桃罐的食物 肚子叫得更欢了 儿子 别着急 娘去做几双筷子 这样咱们就能吃上了 嗯 娘 我不会乱碰的 小包子赶紧地 把小手藏在了身后 连连点头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一顺不顺地盯着古兰 眼睛里仿佛写着 我很乖三个字 这么一双眼睛 把古兰看得简直萌化了 乖 等着娘 古兰说着站起身 踏着蹒跚的步伐 慢慢地走出了破庙 好在周边的枯树 还是很多的 很快 古兰便折了几根 比手指稍细些的枝条 回到了破庙 拿 吃吧 乖 说话间 母子两个终于吃到了 让他们吃一咸的美食 吃到五分饱的时候 小包子在古兰的干扰下 停了下来 儿子 咱们之前饿极了 这会儿不能吃得太多 否则肚子会疼的 娘 我不吃了 非常的乖巧 其实他已经很满足了 他今日吃的是他有记忆以来 最饱的一次了 这么懂事的小包子 古兰鼻尖酸酸的 更加心疼这小小的人了 而现在 他是他的儿子